如果说植物蛋的僵尸一是最经典好玩的塔坊游戏之一 那它的续作植物蛋的僵尸二 口碑就褒贬不一了 尤其是国府啊 从早期神社到现在 我的耳边都能听到不少吐槽的声音 但现如今啊 这游戏已经出了十年了 作为只在早年间通过国际版的话 也想在这个时间点 重新打一遍PVZ2的国府感 看来现在都出了哪些新植物 游戏内又变成了什么样 进入游戏啊 二来的故事就从标题显明了主题 时空之旅 我们和大夫以及汽车 口号时光机潘泥 穿越时空来到了埃及 说实话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那有被会说话的汽车震惊的 那二代的画风 我个人觉得相比之下 虽然是更精致了 但我可能会更喜欢一代一些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 那就在这时 浑身冒绿光的木乃一角 是一头扎进了土豆围里 然后一颗豆子飘出来 那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二代的灵魂特色 能量豆了 放在植物身上就可以放出大招 来吧玩豆下士 在这一顿喷射之下 路上当场吃鞋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观众突然要说 华生 那这个能量豆给其他植物会怎么样呢 不要急啊 夏日葵这回官在狂笑之下喷射阳光 坚果 身皮盔甲 修想破火房 土豆雷复制自己 而且很搞笑的时候 发现这个低光它好像可以 无限能量豆 那我直接疯狂复制 满瓶的土豆雷 很舒服好吧 直接滚光还拿到了500金币 这边还有金币成二 那这为什么不要啊 如果你想少赚点零花钱 呃 呃 原来是广告 那这还没完啊 那这刚结束第一关的新手教授 这个现实礼貌就送在我的面前 呃 这个 我觉得我暂时还用不到啊 别急啊你 那二代的关卡设置 就像大部分手游一样 一关一关排列 最高需要有三星咬打 这也算成为操作了 那僵尸方面呢 太阳神僵尸 手持孝如鎭法杖 嘎嘎吸咱们阳光 这种技能 玩的改版里也没少见啊 林凯来源找到了 那配合僵尸进攻呢 还有这个墓碑 但好在啊 我们的植物是能通过攻击打掉它的 不像一代必须请墓碑吞噬者出山 啊 是要舒服很多 那第二关 咱们也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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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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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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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凌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